那我們對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簡單計算 那這兩種資產在這邊 那這兩種資產它的價格 如果用這個最簡單的方法求它定價的話 它的價格就等於都是等於10 通過這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就嘗試它就是說資產定價最基本的思路 這是什麼就是說你對這個資產 要理解任何一個資產它的價格 它的價格等於什麼呢 等於你未來的所有能帶來的回報 折現到現在的價值 就是說你看被它折見 然後誠意這個事情發生的概率 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 然後這個Fisher在1906年的時候就指出 The price of a stock is the sum of expected discounted dividends Multiplyed it by a measure of caution 那這個所謂的 measure of caution是什麼呢 它這個主要它這個裡面那個 measure of caution 這還 你看我們退回來好吧 就是把剛才那個寫了 比如說PS等於什麼 等於如果說用那個 expectation Expected 那這個 expectation 就是那個概率 對吧 乘以什麼 Discounted Dividend 那就比如說第一除以 一加上二 這是我們前面錯的 對 但是它這裡面說什麼 這個還有一個 measure of caution 這個 measure of caution 就是這個東西的話 還沒有考慮到 考慮到什麼呢 考慮到消費者 它對未來的 這種不確定性的一種厭惡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想的話 你看這裡面 這兩種不同的資產 這是完全兩種不同的資產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資產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資產 最後等待價格是一樣的 但你很顯然的話 如果說你問任何一個投資者 對 對這兩種資產而言的話 很顯然這兩個東西的話 價值對你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很顯然第一種的話 可以帶來更多的風險 而第二種的話 風險要小 對不對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怎麼樣 沒有理由相信 這兩種資產的價格 是相等的 對 那Feature所謂的就是說 Measure of Caution 就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這裡面 缺失一個什麼東西 對 而這個Measure of Caution的話 就一定是那些反映的消費者 就是什麼樣的 消費者可能的 就是Risk Aversion 好 那我們接著再來 這裡面 好 如果說 就是Presumably Everyone would think Asset is 就是我們前的第一種 More Risky 他為什麼More Risky呢 因為什麼 就是你是16對6 對吧 好的時候有16 差的時候有6 對 你想想為什麼這個是Risk 不過說 這是我們所有的收入來源 那你在經濟不好的時候的話 你只有6個單位的 那你可能就是什麼 你可能就收入就比較低了 你可能收入不好 對不對 而你在經濟好的時候 16 你就用不完 但問題是這只有兩個狀態 只有兩個Peer 對 所以這個是很Risky的 OK 那因為它是Risky 可能並不是所有人都想去要這個東西 或者說相比到另外一個資產而言 另外一個資產是C 對C 對 那另外一個資產怎麼樣 相對而言怎麼樣 就要安全一些 OK 那這個對相比而言的話就是說 那 對S的需求 就會低 對那個B的需求 相對高 那就是給定價格行為 就是說或者說給對我們前面說的話 就是說相同價格 那的話 那很自然的 那你的市場 就是說那個market 你放市場均勤 對不對 那你 如果說大家都覺得這個S很Risky 再有B的行為的話 我選了B的話 那很自然就會怎麼樣 那對S的需求就下降 對B的需求就上升 當對B的需求上升的時候 那對它的價格就上升 因為需要的人多了吧 願意出錢的人也多了 那價格就上升 對不對 那它這個價格上升的話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說 我們之前用的那個discounting 就有問題 那好 那我們一個怎麼樣 一個更fair的 一種定價方法 是什麼 我們這麼難 你看好 這裡來 這個stock 這50%概率有16 50%概率有6 對 然後呢 我們怎麼折現呢 在之前我們折現的話 都是一樣的 不管是經濟好的時候 經濟差的時候 都是0.9 這個0.9 是從哪裡來的 就大約等於1除以1.1 是吧 這是1.1什麼 1加上R 對吧 這剛剛講的 對 然後但是呢 我們說呢 這個不是很合理 為什麼呢 你想的話 在經濟好的時候 你有很多很多東西 對吧 那這個說 對你而言的話 就是什麼 對你而言的話 就是說 你消費一個單位 或者你得到一個單位 對你而言的話 價值偏低 為什麼 你已經有很多了 你再得到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 你已經有很多 可以消費的 或者很大的收入了 你再得一個額外的東西的話 對你的 對你的效用 或者對你的 對你的好處是相對偏低的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它放一個 小一點的一個權重 叫weight 而在recession的時候 你 income很低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一個額外單位的收入 對你的效用 或者對你的好處變大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它放一個大一點的 一個權重 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做法 對不對 就是你在最缺錢的時候 那額外的一塊錢 對你的價值 要大 而你的有很多很多錢 的時候的話 你額外多一塊錢的話 對你也沒有什麼太難做 是吧 那這個就是說 這種0.8 versus1 就反映了這個 在不同狀況情況的話 你的偏好或者說 你的傾向 對 好 那我們這樣不弄的話 那這樣的話 股票的價格 就變成了9.4 那唯一區別就是 那個0.9 0.9換成0.8億 相應而言 我們知道那個bond 就在線價格 在線價格的話 就這麼一算的話 變成10 這就回到我們剛才說 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覺得怎麼樣 大家都覺得 這個股票相對risky一點 所以說更多人傾向於 去買bond 如果說它兩個價格是一樣的 狀況的話 所以好 那就是說大家對bond的需求 就導致了bond的價格 會下降 會上升 那因為現在很多人想買 對吧 他這樣的話 最後到大軍隊 有一個價格 使得 最後一個金融市場的人 他不care 他對他二人的話 我買bond 或者買stock 對二人的話 是等價的 好 那麼好 最後一步我們算什麼 算 這個股票 和bond 它們的 回報 return the expected return 這 expected return 什麼呢 就是說 就 這個11 這個11是從前面來的 對吧 就是說你有50%概率 是16 那你就是說 預期的回報是11 你現在負了9.4 那這樣的話就算了你的 預期的回報率是1.17 OK 同樣我們可以算這個bond 也就是債券 它的預期的回報 它的預期回報是多少呢 是1.1 你看啊 這裡面就是說 這個很直觀的東西 就是bond的價格 pb 要大於ps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 更risky 在價格相等的情況下的話 大家都請客人去買bond 那在價格相等的情況下 所以說在價格相等的情況下的話 那個這個marginal investor 他會請客人買bond 那這樣的話 marginal investor請客人買bond 那bond的需求就增加 需求增加導致它的價格上升 它的價格上升 就接著就意味什麼呢 它的預期的回報要下降 那另外反過兩者呢 就是說這個回報下降的話 也反過意味什麼呢 就是說你看這個stock 這股票 它有更多的risk 然後你為了就是說 justify 或是persuade investor去買它的話 你必須要給它成為一個更高的return 或者說什麼 或者說這個marginal investor 它進入市場的時候 它之所以選的stock 就是什麼它面臨一個trade-off risk risk versus return 這個risk和return 是相對bond 這是它的一個alternative 就是它的一個另外的選擇來的 這個stock 比bond的更risky 對 這是一個downside 對 但是未來就是彌補這個downside 那就必須要return 而這個return有什麼體現 通過價格體驗 就是什麼呢 它價格低一點 反之也就是return value 這個是最最基本的資產定價 但這裡的話就是我們留下來一個坑 或者是什麼 留下一個問題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這個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這是一個更 更合理的 更fair的 更fair的一種估價方式 比這種的話 要有合理一點 對不對 然後剛剛也說了 之所以這裡面是0.8和1 也就是什麼 這個在bond的時候 這個東西還要小一點 這個時候要大一點 之所以這麼做 是什麼就是說 在你最缺錢的時候 能額外的一塊錢收入 對你帶來的價值很大 在你有很多錢的時候 額外的那塊錢對你帶來的效應很低 所以這是反正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 這個東西從哪裡來 它的微觀機制在哪裡 就是我們這個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從哪裡來的 從就是說 它的背後微觀機制在哪裡 這是我們下面解決的 好 那麼 在跟你提供更詳細的這個 微觀基礎之前 我們再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吧 就是看一個兩期的 剛才那個就是實際上的話 就是摸定了四個一期 就是說你在一期是吧 期初的時候做個投資就完了 我們現在看看兩期 這種兩期的話便於我們 等會拓展到無窮期 對 好 這兩期 首先 在任何一期 這個經濟的話有兩種可能性 S是這個經濟的狀態 S 這個H和L H你想到high L是low 你既可以考慮說 或是經濟的話 經濟的話 就是說經濟高漲 或者低 或者說那個天氣好 或者快 但是這個東西 都會影響整個經濟的表現 或經濟的產出 對 然後呢我們假設 S high的概率是alpha S low的概率 那就變成1-alpha 因為這兩個概率加得起 B1-1 B1-1 OK 好 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 兩期經濟 我們引入一個 Aro-Debrue Security 這個暑假之後的話 給大家講過 這是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Aro-Debrue Security Aro-Debrue Security 就是一個叫state contingent claim 這個所謂的 contingent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depend on 就是依賴於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看 這是個什麼意思 這裡面就是說 講了兩種資產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裡面有兩個狀態 我們就構造兩個security 兩個債券 第一種 我們把它叫做type H 這個type H 是怎麼來的 它的價格是QH 就是你在T00的時候 你要買一個單位的這個債券的話 它的價格是QH 如果說你買了這個債券 買了一個單位 那它在第一期 我看到我們技術是從0開始的 當然你這裡面也可以說1、2 一回事 這裡是01 就是你在07的時候 買了一個單位的H債券 然後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在T等於E的時候 也就是說在經濟的第二期的時候 有兩個概率對不對 一個概率是 這裡是Alpha發生 這個是一件二件發生 這個是一件二件發生 但是呢 這個概率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說你這個事件發生的 我就給你一個單位的 如果說這個事件發生的 你就沒有 這是第一種債券 那對應的另外一種債券 但是什麼呢 如果說是Al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我有一位一個單位 是吧 好 細心的同學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會想到 從那個現行代數講 從現行代數角度講 這兩個 這兩個資產 是吧 你可以寫成什麼 寫成那個向量金字 一個是一 零 一個是零 一 不好意思 怎麼回事 對 一個是一零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 零一 對不對 它這兩個是什麼 線性不相關的 或者說你從矩順角度講 是個滿字的 那這個滿字的 是數學大量的意思 這就是在現行代數裡面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可以通過 選擇不同數量 比方說 AX Y 對吧 你可以選擇 一個組合 AXY 最後怎麼樣 最後能確保你怎麼樣 確保你 你得到任何你想要得到的 回報 比方說A和B 這A和B分類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在H的時候的話 我想要A一個單位的回報 L的時候的話 我想要B一個單位的回報 對 就是你可以通過選擇 不同的 組合 這樣的話 能滿足你不同的需要 這個是A role the root security 然後晚一點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慢慢就會意識到 這實際上就是說 叫complete market 市場是完備的 這當然是金融市場 這個完備的 怎麼理解的就是什麼 就是說你對任何的需求 這是什麼對你收入的需求 你都通過這種構造 來滿足 當然這是說 基於就是說你有足夠多的 resource 對吧 然後這裡面是把你實際上去實現 你的資源從一個狀態 另外一個狀態的轉移 對吧 OK 這個是A role 那根據我們這個A role 那行 那根據我們這個A role the root security 這一步 注意這裡面就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A role the root security 的話我們給它一個價格 對吧 QH和QL 這兩個價格 當然這個目前我也沒跟你說 這個價格從哪裡來 但是在講去上個課的同學的話 你大概應該還記得一點點 這個QH 或者一般人的話 這個Q這個價格怎麼來 不過你要忘了不要緊 我們要接著再講 好吧 如果說我們知道了這兩個價格 QH Q QL的話 那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A role the root security 來給其他的資產經營定價 怎麼講 比方說我們首先看一個risk free bond 這我們前面講的一個例子 這個risk free bond是什麼 就是說 我在零期的時候 付這個價 我在一期的時候的話 不管是好是壞 我都得到一個單位 那這個QB Q bond應該得以什麼呢 那就必然要給你這個 對不對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什麼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購到這個 這個回報 你可以買兩個 兩個資產 一個是什麼樣子 一個是H type 一個是L type 對不對 因為這個H type 給你是什麼 10 L type給你是什麼 01 那如果說你分別買一個單位的話 那你的未來怎麼樣子 那你的未來就是說 在好的時候 H的時候的話 你有一個單位 L的時候的話 也有一個單位 剛剛就是這個 這是 這是第一個例子 對吧 就是什麼這裡面 主要的信義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可以利用 前面剛剛介紹的 Oro Debrue Security 來給其他的資產 進行定價 這就是這麼樣子 對不對 你看吧 就是說我 通過購買一個單位的H 一個單位的L 就滿足什麼樣 滿足在H的時候 我有個E從這裡來的 L的時候 我有一個E從這裡來的 所以說最右邊的這個 這個組合 對你而言的話 是等價 就是你買一個半的 或者說買一個組合 這個東西的組合 對你而言 對你而言 它的價值是相等的 那價值相等的東西 它的價格就必然相等 對吧 這也就是我們得到了 這個 這個等值 那這也是說 就是我們通過這個 Oro Debrue Security 來對 任何資產進行定價 好 同樣我們可以看 另外一個例子 股票 這股票什麼的 你在第一期的時候 你買了一個單位的 這個股票 馬力股 那這個股票 這通常什麼呢 你好的時候 它可能給你很多 匯報 那差的時候 就會怎麼樣 它會讓你虧錢 這是股票點擊特徵 那同樣 那我們可以進行構造 那怎麼構造呢 那很顯然就是這樣 你要買 要買什麼 要買兩個單位的 H type 然後呢 你這個叫 這個叫 short sale 這個是你 買 這個現在是賣 short sale 賣一個單位這個東西 對 那這個賣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相對說 我先把錢收了 你這領事 這第一種話 是我出錢 我買兩個單位的 那未來的話就是說 它就給你兩個單位了 好的時候給你兩個單位 差的時候的話 沒有 而這個什麼就是說 你是先把錢收了 不是你 不是你買 你是賣給別人 這是空投 那到了未來什麼情況下 那就是說是好的時候的話 你沒有關係 我賠的時候的話 對 那我就說 別人要給我錢 對吧 OK 那好 那這兩種東西的組合的話 剛好又跟怎麼樣 就跟你回報 是等價的 因為這2乘以1等於2 就是這個到這裡來 這個負1乘以1 剛好就跟你構成了這個 那同理 這個股票 左邊的股票 跟你在右邊的這個組合 對你而言什麼樣 價值是一樣的 那它價值一樣 它價格就相等 那就是第二個例子 我們通過這個 Aroad Blue Security 來幫助我們對 一個股票進行 對吧 好 然後我們這裡嘛 就是說 做一個一般性的總結 如果說這個price of a complete set of Aroad Blue Security 這個Aroad Blue Security 就是我剛才講的 如果說我們假定知道這個價格 那我們就可以什麼 就可以對任何的security 競定價 它的基本的思路是什麼呢 是說我們首先 通過這個Aroad Blue Security 來構造一個投資組合 這個投資組合使得怎麼樣 使得你要使得這個投資組合 它給你帶來的現金流 跟你想要定價的 資產的現金流 是一樣的 對 然後再具體而言就是什麼 就是說 你在每一個type的Aroad Blue Security 它的權重 就剛好等於 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 你在那個相應的狀態 情況的話 你的回報 你想要回報 當然這個回報是什麼 回報呢 這個回報 是你要定 在這裡 是你要定價這個資產 好 用下面的數字來表示什麼意思 對 說這裡面有一個資產 Y是 Sorry 對不起 這個Y的話是經濟的狀態 然後 第一 就表示Payoff 就是現金流 就是你這個金融資產的現金流 這裡面是兩極 這個現金流 所以這個一個很任意的金融資產 它無非就是什麼 就是跟 就是由它 所能給你帶來的現金流 來刻畫的 對 那它現金流怎麼呢 它現金流 這兩種 這兩種狀況下 有兩種不同的現金流 那這樣的話 根據我們前面說的話 那這個就是說 這個資產的價格 就等於 這個不同 你構造的不同的 Rose Security的投資組合 這個Rose Security的權重 等於什麼呢 剛好等於 你想要得到的回報 在這裡 就是你這個是 你這個資產 你想得到回報 之所以說這個權重 剛好等於這個回報 因爲什麼 你Rose Security的話 是已經單位化 對不對 Rose Security是什麼 就是H Type的話 給你帶來的回報是 E0 L給你帶來的回報是 01 它是個單位化的 或者說 用那個現金大叔的語言的話 就是這個基距症 而不是 它基向量 然後這裡面QH 和QL 就是State Price 那當然這State Price 的話三節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Rose 的Brew的Price 我們都晚一點會 再詳細展開 這個在暑假的時候 已經提過這個沒有 好 那這裡面會再進 這進一步再看一下 前面提到的這個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所以這個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就是說 我對Rose Brew的Security 它怎麼樣 它對它進行一個 調整 對什麼調整呢 對它的 Probability進行調整 那好 我們只是說 現在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說我定義這個MH MH是什麼呢 是說 如果說 如果說未來的狀況是MH的話 MH的話 那麼就在這個H的 這個狀態前面的話 一個單位的回報 一個單位的回報 對我今天而言的話價值在哪裡 我們先看這個 我們先看這個 先看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是任意一個金融資產 它當下的價格 它價格等於什麼呢 等於它預期的回報 怎麼理解是預期的 首先 這Alpha 這是H的概念 E-Alpha 是L的概念 用兩個狀態 這是第一 第二 它乘上 你這個Divine 就是說你怎麼現金流 對吧 但是除此之外 我們光這個現金流不行 我們還要考慮什麼呢 還要考慮什麼 考慮一下就是說 你在這個狀態 H情況下的話 一個單位的現金流 你折現到今天 不是一個單位 或者不一定的一個單位 這裡有什麼呢 度量呢 用MH 那麼MH怎麼度量的 你看看這回答想到 MH是QH 除以Alpha Q是什麼東西 Q是那個RO The Blue Security 它的價格 但是這個RO The Blue Security 如果說你記得 就我們講過 它這個價格裡面的話 已經含有這個概率的出現了 所以說我們把它 對舊的概率的話 進行單位化 而不是概率單單提出來 所以那個M 就體現的是 它的折現率 但這個折現率的話 不是固定的 因為什麼就是說 你在不同的狀況進來的話 折現率是不一樣的 折現率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這個叫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或者說隨機折現因子 然後這個隨機折現因子 怎麼來的 再說一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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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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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所以UCT除以UC0 我们等会儿要讲到这个东西 我没有什么东西 就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 如果说你的T等于0期的时候 你买了一个Rosecurity 这个Security说 当经济进入T期的时候 如果说我这个从T等于0到T中间的话 你这个整个事件发生的话 刚好是跟这个是一样 这个事件发生的整个轨迹 那么我就给你一个单位回吧 要不然就等于0 我们等一会儿来讲到这个 但这里面就是告诉你们 这个QH里面的话 已经有了这个概率 这个PyLow这个概率 所以说我们帮他 就是说对概率进行单位的话 就得到这个市值 而这个市值的话 从主人PyLow 这是任何一个 这是任何一个资产的价格 然后就你等到右边 就是什么 就是他未来先进流的 预期的 折现过的未来先进流 这一是expectation预期的 折现过的M 有通过M的折现 第一是限进流 这个是资产并价的最基本的事项 对 好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用这里面一个简单模型 再总结一下 前面这个值说这个 说给定QH 给定QL情况下的话 我们怎么对一个任意的金融资产定价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提供一个微观基础 这个微观基础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要找到QH QL 而这个QH QL有什么呢 由这个经济的叫Primitive 什么是Primitive呢 就是说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 我们要找到这个关系 那么现在就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版本 我们考虑个两级经济 在这个两级经济的话 我们有很多个人 但这个人的话就是说都是典型的消费者 那就等下是一个人 好 这个两级经济怎么展开 在零期的时候 我们这个技术都从零开始 零期的时候 这消费者 这是他的收入 Y0 这是一个确定性的 在一期的时候 消费者一个Y1 那这个Y1的话有两个可能性 可是跟前面是一样 以α概率H 1-αL 然后这里面我们引入了一个preference 消费者偏好 消费者偏好什么呢 就是说我最大化我的 就是我的效应函数 这是零期的 这是一期的 然后这里面 beta是一个折线率 但主要这个折线跟我们前面讲那个discount factor 相关但不是一件事 那如果说我们从零期看这个问题的话 或者说通过这个Aro Debrou 这个观察世界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什么 就是说 这里消费者 他选择三种不同的消费品 哪三种呢 就是你看是这么来的 这是C0 这是C1 然后经济的H 这是C1 经济的L 那么就是说这里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这三种不同的商品 然后在均肯定的话 这三种商品都会有价格 对 现在在围观里面 你们可能听说这个叫 Wireless Law Wireless法则 就是说你总是有一个商品的价格 它是不很确定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选的一个商品 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计价品 那这个计价品 我们一般通常把这个做一个计价品 把它的价格定义为1 好 以它的价格定义为1的话 那这个定义的话有个价格 这个产品有一个价格 分别是PEH PEL 那好 那很显然 我们会有得到这个等值 怎么理解 为什么说QH等于PEH QL等于PEL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QH 你在这个里面买一个单位的QH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呢 会给你带来一个单位的商品在这里 零个单位商品在这里 那这就等价于什么 等价于说 我就买一个单位的商品 在这个时候 对吧 就是我在T等于零的时候 我有两个选择 一是买一个单位的 H type Aroad persecution 或者什么呢 我买一个单位的 CEH 这两个是必须是等价格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最后 都跟你跟我带来的 跟我带来实际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你已经知道这个东西的价格是PEH 而这两个东西对你而言的话 带来等同样的价值 那价格必须也相等 那这个价格QH 就必须要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是怎么带来的 然后其实这个PE 就是我们说到叫State Price 好 那下面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State Price 要找到 你找到这个State Price 就知道了Q 和QH和QL 你一旦知道了QH和QL 那你就可以 Price any arbitrary assets 这是我们前面讲 对不对 前面缺的是什么东西 缺的是 提供一套机制 来帮助我们 对这个Aroad Blue Security 进行定价 你一旦可以 对Aroad Blue Security 进行定价的话 那我们具有能力 对任何的金融制裁 进行计价 OK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 怎么求 这个Aroad Blue Security Price 消费者的优化问题 这是他的目标函数 这是零期的效用 这是T等于一所效用 两个概率 两种不同的事件 它乘以它有个概率 Beta是它的折线 这是你的效用函数 你选择什么呢 你选择C0 CeH CeF 你满足什么呢 你在T等于0的时候 你望下去 你要买一部分东西在这里 买一部分东西在这里 买一部分东西在这里 那就分别有这个的表示 然后你购买东西 不能超入你的收入 你收入从哪里来 0期的时候有Y0 买它价格 买它价格 一期的时候 你有H 买它价格 有L 买它价格 那有同学就说 你这不是明明说的话 H 以Alpha概率出现 L 以E的shapedAlpha概率出现吗 你为什么Alpha和E的 以Alpha不见呢 这里面的答案在哪里 答案在 E 这个P 以及隐含了Alpha这里面 这个P 隐含了E的Alpha在里面 这是第一 当然这个是比较 就是说机械的解释 但是就说 从经济学后来讲 解释什么呢 就是你在踢頂頂的時候的話 就是說這種 就是你可以把整個這個世界平面展開 這三件事情平面展開 都會發生 都是一個狀態 只是說每個狀態的話 發生的概率不一樣 所以對你而言就是說 你把這個三個不同的狀況 或者三個的 就是再說一遍 這三個點 就對你而言的話 是三種不同的商品 三個不同的狀態 你在對 你在每一個狀態 或者每一件商品 你都擁有一部分品負 分別是Y0 H和L 所以說你右邊 我把這個三個加在一起 好 然後呢 下一個我們做什麼 這裡面是帶約束的自由化問題 然後這個帶約束的自由化問題 怎麼樣呢 就是說你可能把這個 加一個 拉個朗日成紙 Lambo來放進來 然後分別對C 這三個C 進行求一接打 求了一接打以後 的話 你可能就是有一東西可以合併 OK 然後再加上我們前面說到P0 我們把它單位成1 所以簡化 那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了這兩個 公司 那這個兩公司的話 我們分別一個看 我們其實看一個就知道另外一個了 我們就以第一個為例 好不好 這是說什麼 是說我站在0的時候 我往未來看 如果未來經濟是好的時候的話 我在站在這個時候 這個 這種狀況下的話 一個單位商品 我願意為它付出多少錢 你看這右邊 這個刺子這邊的話 它的經濟解釋 或它的 它的 數學背後的經濟含義非常之光 我願意為這一塊 或者 願意為這一個單位商品 你出多少錢 依賴於三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 這個事情 第一個 它發生概率有多大 如果說 這個事情的話 發生概率 去近於0的話 我根本就不會在乎這個事 那價格就去近於0 如果說這個事的話 發生是一個 百分之百發生的事情 那我肯定願意為它發錢 這是第一 第二 Beta 這是因爲什麽 這個Beta反應是 你未來的 而不是今天的 那就是 不是說今天 而是未來的 這是Beta 第三個是什麽呢 第三個是你的 邊際效應 你想一想 如果說 如果說你在這個狀況 說的話 你有很多很多的收入 然後很顯然就是說 那你相應的話 你的CE也會很高 那你這個有很多收入 CE很高說的話 那你 U' 就會怎麽樣 就會很低 那從這個數字上講 這麽意思 那就是什麽 那就是相對人的話 就是PE 會很低 怎麽理解 就是剛才我們前面說 你當你很 很有錢的時候 或者說你很Lucky的時候 再給你一塊錢 更帶來效應很低 對 或者說 再給你一個單位的商品 你帶來人的效應會很低 那你為他 願意為他付出 也就會很低 對 然後這裏面說 我們除了一個 U'C0 實際上就是什麽 實際上就反映了 我們把P0 單位化了成1 好 然後同樣我們得到20 但這完全沒有結束 對不對 這為什麽沒有結束 因爲你還不知道C是多少 對吧 好 那這個問題的話 怎麽解決 或者說整個模型 我們怎麽把它 完成 因爲這裏面什麽 我們說的叫 Representive 代表性個體 對 那你就是説 你最後的話就是説什麽 你每個的話 就是跟自己交易 左手出右手進 那最後就怎麽樣 在運作什麽情況 你在每個狀態 你就消費 你有 我們假的有交易 的確也可能會有交易 但最後呢 你把所有的交易完成以後的話 他們就消費自己的自然貧富 好 你把這相對是這個均衡條件 這個是均衡的結果 你把這三個等式套到這裏面去 我們立馬就知道什麽呢 知道的P P EH P EH EH P P L 我想到兩點 第一點是什麽 是有微觀基礎的 也就是什麽呢 是根據消費者的 最優行為 推導出來的 第一 所以叫rational 第二 這個P 完全依賴什麽 完全依賴這個經濟的 primitive 這個經濟的基本面 因爲什麽 你把代理學的話 就是有三個等於來刻畫 一個是alpha 一個是beta 一個是什麽 一個 這第三個就是什麽 第三個就是說 他的 他那個 indowment 我用這個 表示 他有這個三個 這個是什麽 這個是整個經濟的 叫primitive 最原始的一方面 最核心的一方面 好 那我們 叫什麽 take stock 就是什麽 就是把前面講的東西 他就是說 跪動一下 就是把這個slide的話 就總結一下 好 這個QH 這是什麽東西啊 這是 Aroad Debrue Security 等於 State Price 這是什麽Price 就是說 這是什麽 這是在 一期的時候 經濟好的時候 這個上面的價格 那這是 這個 這是 H type of Aroad Debrue Security 他兩個人等價 所以價格相等 然後這個價格的話 這個又等於 這是我們剛才推出來的 其實這裏面 我應該把他tie進去 這個你要變成H 這個也變成Y 同理我們等於右邊那個式子 好 基於這個右邊那個式子以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 哦 基於這上面兩個式 一個QH 一個QL 其實這兩個式子 我們就可以什麽樣啊 可以對任何一個金融資產進進價 這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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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是一個任意的金融資產價格 等於什麽呢 等於 第一 這個P 這個Aroad Debrue 這是你Aroad Debrue價格 乘以這個權重 這個權重就是什麽樣啊 剛好就等於你想要得到的 你想得到的就是限定流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Aroad Debrue是一個單位化的 或者叫基礎 基礎量 右邊同理 然後我們把這個寫分開了 把這個Alpha寫開了 因爲什麽 因爲這個價格裏面的話 就有含的概率 然後我們把這個分開 目的就是什麽 最後它就是說得到一個更直觀的一個式子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什麽就是Expectation 這個Expectation 就像是由這個Alpha 1-Alpha 來替代 或者說這個Expectation T來這個Alpha 1-Alpha 這兩個東西 這中間這個內容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隨機折現因子 那最後這個D 就是什麽 就表示了這種不確定因 DH 和DL 這不同的進行制 在不同狀況下 限定流更替完 好 總結一下 核心的東西是什麽呢 這裏面就M 由這個來刻畫 對 然後我這裏面就是説 爲什麽叫C CAPM 首先CAPM 是什麽 赤傘價 什麽翻譯的中文叫什麽 Consumption 就是大概赤傘定價 好不好 赤傘定價模型 然後這個C表什麽就是説是 Consumption based 因爲什麽就是你看到這個折現因子 有什麽呢 由這個消費者在不同狀況下的消費 來決定的 我們再倒過來看一句 好不好 現在 就是什麽 就是説 我們從哪裏出發呢 任何一個制裁 我們對它定價 或者說對 要研究它的價值 是要關心它給你帶來的Cashflow 這第一步 第二步 你現在問題是說在不同的狀態下的Cashflow 你怎麽把它進行加準 對不對 一個最難易的方法 它加準的方法是通過它發生的概率 但是這個概率的話 沒有反映到這個Risk 對不對 那我們下面進一步是什麽呢 就是說 加一個隨機折現因子 但是這個隨機折現因子從哪裏來的 這是我們最後一步對不對 這個實驗折現因子 就是根據消費者的 最有選擇 Optimum Optimization Problem 就是這個東西 但我們現在講的話 是通過了一個 簡單的兩期模型的例子 跟你闡述了這個基本的思想 我們下面的話 這個study完了 我們走到下面 下面一個 slide的話 我們就講一個 一個更 更複雜 當然 也更 更有價值的一個 或者更一般化的一個模型 來理解一下 來理解一下資產定價 仍然我們這裡是一個 indominated economy 之所以是indominated economy 都是為了問題 都是為了減化問題 是吧 我們這個樣子 我們休息 十分鐘 十分鐘以後我們就在這講 好吧